大家好 我是高崇杰 高sir 最近有很多网友都给我们反映 就是说收不到我们的相片通知 在这里给一个小提示给大家 其实我们每一个频道的右手右下角 都会有一个貌似一个小钟或者是铃铃的物体 你一定要全部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当我们的相片 你们就全部都可以看到 大家好 今天是8月31日 我现在在《空姐牛肉饭》 大家看看《空姐牛肉饭》 和Annie英姐有一样东西推介 有什么推介 Hello 大家好 Annie 《空姐牛肉饭》 辛苦了高sir 就帮我们大众市民拿了一本很好的杂志 就过来我店里面免费策取 今期当然是说831这个谣言 就一一征破了 是 831其实有很多很多迷底 诚意向大家推荐一本杂志 就是《肩杂志》 或者大家都可以上《肩料网》那边 可以去提到 《肩料网》也有Facebook 它除了有影片之外 还有《杂志》 今期值得推介 因为它将831所有的谣言逐一去击破 包括我很欣赏里面有几版 就是831里面有七个迷底的谣言 所以诚意向大家推荐 当然我们经常说 里面其中都有一些一页温情的节目 例如是一个执砖头的妈咪 怎样跟家人去相处 即是適合了 妈咪 妈咪 看看怎样可以跟子女相处 大家好 是的 可以在哪里拿 这本杂志 首先我们现在就帮兼杂志 免费派发售才是免费 就算不来帮衬 走过路过见到上楼也没问题 当然当然要帮衬吃个饭 不要那么黑色 好了 其次就是如果大家不喜欢看这个《Hard Copy》 高sir 所说 上网搜索这个《肩料网》 Facebook 或者他们的网站 都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 而且有片看的 有片 是的 访问了两位大sir 是的 访问了两位大sir 在Facebook已经封传引了 所以内容就不剧透了 不剧透了 大家自己去看看 好吗 还有呢 我们好像有一首歌出 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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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首歌出 要给大家一些惊喜 诚意之作 将高sir一如以往的画面 去洗底好吗 哈哈哈 你经常这样说 是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吗 今天就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 记得来拿 是的 快点 知道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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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心意 其实当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件 就是有人在地区里打架 警察接过到场处理 後來發覺有人犯法抓人 有傷者送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 但是被人造成一假新聞 說當晚有人死了 其實是絕不其事 A Sir是去年831當晚 警方執法行動的其中一位指揮官 他親身見證太子站發生的一切 證實當晚根本沒有死過人 當時我接了電台的叫 去看記者站 我記得是由C2入口進去 當時有大量的市民 向我反方向走到地面 我覺得這些是正常的普通市民 當時我們接了叫在三少月台發生事件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帶著同事 就衝到三少月台 當日一到達現場的時候 看到現場當時是非常混亂 在三少月台的車卡 已經不停有大量人群在這裏叫 另外四少月台也有車卡打開了 有些人士在裡面 我相信當時拍到的畫面 有很多人群有雨傘 有同事執法 我看到有些同事拉了人 也有些相關的證物在電台上散落 當時我作為現場的指揮官 我第一時間想到有幾項要做 第一項要盡快控制現場 第二項要處理被拘捕人 另外的傷者 第三項要盡快找支援 足夠人手幫我協助 剛才我說過兩年事件 沒多久消防同事和救護同事 六部座就下來了三少月台當手 我為了好好處理被拘捕人士和傷者 我將所有人士集中在三少月台的一邊 預計怎麼辦 以及看看有多少傷者 那些傷者其實都是被拘捕人士 我們會將他帶回地面 但是當我們想做這個動作 我便聽到那個上導機 便告訴我 原來太子山上有四百個暴徒 在這裡掘磚 以我們的經驗 如果我貿易把這些被拘捕人士和傷者 帶上去的話 是有幾個風險 第一 會有機會搶犯 搶犯都發生過 在整個運動的事件中 看到的情況是搶犯 第二 就是他們會掘磚 即是說 可能有機會 當我的同事 帶一些被拘捕人士和傷者 上去的地面 可能會受到襲擊 甚至有汽油彈 扔到我同事 會造成一些傷亡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件 所以我決定和我總區的電台聯絡 要求將傷者和被拘捕人士 由太子站 去到另一個被拘捕站 去上去 去處理 最後大家知道 就是去了黎智郭 我作為當日其中一個指揮 我當日是由 我落到現場 直到最後一刻 我離開這個被拘捕站 去黎智郭站 我全程都在這裡 在我知道下 是沒有任何一個人 是有死亡過 這些死亡都是後來 一些網上的形容 對於執法行動中的其他警隊同事 A Sir認為他們的表現果斷和專業 在我到之前 其實有一批同事已經到了現場 包括一些認證的同事 可能是軍艦同事 我當日覺得他們做事非常非常專業 因為很明顯 當時發生了一些罪行發生 我的同事是 因應發生罪行去執法 這個絕對是我們檢察界的天地 一定要做的事 第二 我想的是 在我們整個運動之中 暴徒經常都會用地鐵 作為一個運輸工具人 我們這次去執法 迅速去那段對內執法 令暴徒有一句印象 警方是會原來我去地鐵執法 往往之前未必會這樣做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 郭家全認為 831的謠言絕非偶然 是由有心人製造出來 志在打擊警隊的執法能力 從而打擊政府威信 我會相信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偶然 可能在開始講的時間 可能未必想著會有這麼大的效果 是很視乎之後那個社會的反應 如果反應是大的時間 可以繼續令到它發酵 香港得一支警隊 我們習慕龐大是要執法 對於一些希望能夠打擊政府的人 打擊警察的執法能力 就是最直接 亦是最有效的 如果我們執法不成功 最開心的是什麼人 最大爹的是什麼人 就是有心去犯法的人 那以後警隊對於坊間的一些謠言 又有些什麼的應對措施呢 第一方面我們一定要做好的 就是我們要專業執法 是自強不適 就是確保我們做的行為是專業的 所以市民相信信任我們的話 就不會那麼容易被這些謠言動搖到 第二就是我們要主動澄清 要很快 因為現在你去做一些研究的時候 都發現 有些說法就是黃金三小時 當日我們移民出來的時間 你不可以等到第二天幾天才去做一個澄清 我們要盡快要掌握那個事實 盡快要出來跟市民交代 同時第三就是希望增加我們工作的透明度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在去年11月引入了一個直播 社交媒體的直播 希望能夠讓市民直接看到當時我們執法的環境 即時就澄清了一個可能會發酵的謠言 我剛才都會說的就是希望找到第三方 譬如之前說831 所謂不見的那幾位示威者 之後及後很多網絡傳說 大海浮屍或跳樓下來的屍體 全部都是被自殺的 這些其實也是另一個謠言之後 再一個謠言 當中我們要做些什麼功夫呢 就要解釋給市民知道 其實這些案件要怎樣處理 還有如果一個屍體我們發現了之後 其實牽涉了多少個部門 就絕對不是說我一個警隊一個警察 就能夠可以去處理到一個屍體 而是沒有人知道的 希望透過第三方的一些幫我們做一些解說 讓市民知道我們工作的流程 另外第四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都會希望能夠令市民能夠要監聽 但我們都希望廣大的市民 千萬去掌握信息的時間 要盡量可以從不同的平台去拿一些資訊 希望能夠可以做到監聽執明 如果不是的時間就很容易被誤到 到時候損失的或者傷害到的 亦都是香港整體的利益 政府說A或者是負A 即是你出來想澄清嗎 都死 你不說話 死 你澄清嗎 死 你做什麼都好死 儘管警方和消防等等的部門多番澄清 但是831打死人這個謠言卻不斷散播 每個月在太子站出口仍然有人悼念獻花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有心理專家說831事件發生的時候 政府錯過了澄清的24小時黃金時間 那天不回應 那天不回應 就第二天 或者再隔多第三天 那些謠言已經成了形 在心理學上我們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人在頭那段時間裡面 聽的第一次的那些資訊和觀點 是最容易入腦的 人就是這樣才入為主 那所以你不能夠爭取在頭那24小時之內 是可以給一些持平和真實的事實的資訊出來 其實你往後才再去回應 就已經沒什麼意思了 政府固然在處理上面有不妥 而國際政治勢力又好像病毒一樣助長事件發酵 令到陰謀論慢慢站得住腳 說遠一點 我用另一個高度去看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香港作為一個華洋混雜的城市 其實是有很多國家國際的勢力在這裡盤選的 所以你說有沒有一些政治勢力 其實是想挑起某一些矛盾 一定有 就是你告訴我沒有呢 我不相信 所以其實那個比喻就等於 在我們人的生存環境裡面 就一定有細菌、一定有病毒 心理專家認為 要人心安定 政府必須要做到百分之二百那麼好 才能夠重拾市民對政府的信心